延改好今年59岁 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长子想同乐器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 40年间他为数不清的锣一锤定音 4月12日记者来到山西省长子县 探访想同乐器制作的传统工艺 锣是金句、平句等戏句和古书、八音会等地方曲艺中不可缺少的传统打击乐器 山西省长治市长子县是掩盖好的家乡 这里被誉为北方想同乐器之乡 由中的发扬广大 想同乐器制作是典型的汉族传统手工技艺 以铜锡为主要原料 在这个长子县这个想同制的技艺 有大一公斤七刀 第一个就是竹培 通过这个永远竹培 第一刀工具是扛货 大货做扛货 都是问货 我问货去看 第三刀工具是端的 第四刀工具就是成型 第五刀工具就是这个培货 估计叫掌货 第一这个牛刀工具就是正型顶眼 第一刀工具是这个扛货 其中最关键的是断打和定音两个环节 当地有千锤打螺 一锤定音的说法 定音工序多由经验丰富的老匠人直锤 一个好的想同乐器制作匠人 要有好的乐感 还要有过硬的臂力和手腕功夫 并且熟悉各种戏剧的曲调 有丰富的乐理知识 2005年 颜改好联合九个家庭作坊 成立了想同乐器制作公司 为了把这项技艺传承下去 颜改好除了配合省市相关部门 制作抢救记录 还将公司平时的工作会议都记录下来 把老匠人口口相传的做法 和现代机械化技术结合起来 做出一份新的公益说明 最近颜改好在尝试做旅游文创产品 希望让想同乐器成为当地的文化符号 对于他来说 传承和创新一直在继续